台湾台北 台湾是中国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基本上明天全台都有千鸟行动 唯独南投跟花莲还有台东是没有的 导渊因为比较邻近双北还有新竹 所以分散开来没有办 我是能理解啦 而今天早上开始啊 因为看到没有花莲嘛 非常可惜 我就串联了 非常多花莲有医院帮忙的青年同胞啊 终于顺利了办了一场在石南运转的千鸟活动 现场也提供了帐篷啊 座椅啊食物等等的物资 也是我跟愿意帮忙的亲朋好友啊 课金去帮忙的 因为啊 选出花莲王祸害台湾人民的我们啊 怎么可以缺席呢 虽然这个申请过程困难重重 各民众一开始受到了这一个附加势力的 也是跨不出那个门槛 社会公众人物的我只好站出来做榜样 花莲啊不比双北 虽然都是来宁执政 但是花莲啊 我先发表哈 不自S啊不冲突声明 每天早上我会到青岛东台北厂 下午直奔花莲镇守边疆 希望我可以以身作者给大家看 愿大家可以腾出时间来 参加自己县市的活动 我们使用民主 享用民主 也该在民主受害的时候站出来维护它 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之下 我们才能永续发展 明年花莲的活动在东大门夜市前面的时代运转 从晚上6点到10点希望花莲镇可以站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王的子民 我们不要被花莲附加代表 昨天啊这个因为政治因素离婚的复婚期啊 还有在议会上呛要把人家干掉的那个花莲王啊 他回到咱们的花莲啊 参加了13年花莲县春季集团的结婚仪式 那他还在上面演说他的所谓的国会改革啊 拜托你不要再混淆视听了 我们都非常支持国会改革 但要怎么改 我们都知道要吃饭 但要吃什么 所以你不要再误导大家说 你看支持国会改革的人很多 所以我们民调是赢的 不好意思你也把我拴进去 因为我也支持国会改革 连英国这种老牌民主国家 都经历了100多年5次的国会改革 而还没有扩权到像你们这次提的这么荒谬的地步 一个假离婚来祝福大家结婚快乐的人 一个经济内线交易被关的人说要国会改革 果然始终如一的荒谬 那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 令人家非常的尴尬 只能这样说 这是我受南开大学邀请去培训国际护卫队的时候 得知有一名台湾的同胞 当我问及这名台湾的学生 如何看待台湾省和内地之间关系的时候 他非常坚定的回答我说 台湾是中国的 尽量能早点收回来就把人收回 台湾是中国的 我们先假设他真的是这个台湾身份 或者是所谓陆配的孩子 但是是拿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 我们先假使他是这样的人设好了 请问一下台湾政府这算不算叛国呢 你们要不要处理呢 可以去中国的学校穿中共解放军的军服 担任五星旗的护手旗的培训训练过程 可以哦 说台湾是中共国的一部分 所谓的两岸关系目前还处于国共内战关系 对吧 还是敌对状态对不对嘛 在这样的状态期间 你过去 当他们解放军的护旗手 接受解放军队你的培训 这个教官是解放军的 这是合理的吗 请问二战期间中国人可以穿日军的服装 加入日本国旗培训的活动吗 不管是学校的 还是这个日本军队了 都一样啊 中共的学校里面有党支部还有校委书记 你们否认吗 为什么学校要党的人你们否认吗 试问一下 英美法国人可以穿德国纳粹的服装 加入护旗手培训吗 如果这个人的身份真的是台湾人的话 他一边拿着我们的福利 享用我们的护照免签权 享受投票的制度 骂政府的制度 骂政府的自由 却一边支持一个 会让我们失去这些条件的中共 可不可耻啊 再来啦 如果你真的不是台湾身份 那就是你装的啊 你们这样的抑郁是何为呢 而比较诡异的是 中共5月23号到24号的两天军演期间 有一艘叫做联合起锐号的托船 在东海附近 沉没了 在浙江外海东北部方向 此船啊 在航数13节左右 一路南下 在5月24号早上7点02分突然降速 8点54分完全失去信号 而中共海事局默默地在官网上表示 联合起锐号沉没 大家小心 尽此 没有啊 没有任何的细节 跟所有在中共发生的恶性事件一样 去年沉船的这个潜艇啊 你们也没报导 也没出来证实是真的是假的 对吧 真尴尬啊 那就有一些中国文友发现 痛骂中共 要是其他国家沉船了 早就热搜报导了 结果你们还在签出 哦 李强到访日本 要展开中日韩的三方博弈会谈 华春莹上任外交副部长 动画军演打台湾 台湾艺人 台湾二三十位艺人 表态支持祖国统一 伟大复兴 报喜不报忧 这样做假的政府 还想台湾人跟你当一家人 还在台湾去培养中共的代理人 你中共摆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你没有枪杆子 你立刻倒台 如果你没有枪杆子 凭你这样的执政能力 你连在台湾 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你连当在野党的资格与能力 都没有 要硬干 拿枪杆子 谁都会啊 这个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没一个任何没读书的人都可以干得成 那就有很多中国网友 你们自己人啦 就在外网上推特上说 是不是中共自己军演乱射飞弹 集成了自己的这个托船不敢讲 我觉得应该不是啦 因为日本还有美国军方 还有台湾军方都指出 这次中共没有任何的 在海上或是空中的飞弹射击 仅有在中国的陆地上 有实弹射击训练而已 不可能是这个陆地上的AK-47 还是你们中国什么步枪子弹 把这个外海的船给打沉了吗 太强了 也是啦 你们抗日神区石头都可以把飞机打下来 但中共不敢大肆报导宣传热搜 当然可能过几天它把这个脉络整理好了 剧本想好可能会有热搜 但起码现在是没有 而正常国家来说第一时间就会热搜了 对不对 想想各位粉红们 今天你家属是在船上的人 中共三间齐口 本来该给的赔偿没给甚至给你很少的赔偿 还不放热搜 不让你维权 维权就抖音封号 在中国知道这件事的人可能比外网的人还少 而这是你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 请问你做何感想啦 就只是因为这些船上的人不是你家人 你就可以觉得无关紧要吗 如果你秉持这样的想法 哪天真的这个铁拳轮到你身上 大家又这样想法看你同理心何在呢 在民主国家马上报给你知道 到底是船公司的问题政府的问题后续政论节目各种大大小小的公民在网路上的讨论都会给错误方制造压力跟舆论 这明明就是公民救济的手段之一民主救济的手段之一而这却成为小粉红口中颠覆国家或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的理由非常的可悲 贵久了都忘本了 贵久了连战起来是怎么样都忘了 我们公民有诉求会上街抗议 你们粉红常说要捂统台湾 却不敢去天安门或是中共各地县市像我们这次一样串联游行抗议 觉得蛮可悲的啦 而刚刚说到了中共总理李强出访日本 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而中日韩三方峰会也在这周日举办 那岸田文雄不断跟李强说啊 台海和平的安全重要性 而李强却是不断的跟他说台湾是中国红线 所以估计这次三方峰会在外交军事上也是各说各话啦 而美国这次主导的太平洋军演将从6月26号一路展开到8月2号 一个多月对吧 期间有29个国家参加 40艘水面舰艇 3艘潜舰 14国陆军部队 150多架战机 和25000多工作人员参与 那持续还在增加当中 请问这个太平洋联合军演是针对谁呢 军演对象绝对是有一个破坏区域和平的假想敌对吧 这个假想敌请问是谁呢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演习的规模 这才是有能力的军演 这才是有国家敢跟他联合军演 这表示美国的军队有完善的后勤跟封锁能力对吧 而中共的军演啊 目前没有任何的封锁与后勤保障能力 短短两天就结束封锁了 而比起2022年的太平洋军演来说啊 这次的参加国是更多了 现在的局势没有亲美又亲中的包牌选择 贪生怕死的人会说 怕中共打来 那你不是应该更怕我们变成中共的殖民地之后 中共把花莲跟台通变成核子潜艇的出海股基地 不要问为什么是花莲台东 去做功课 你去做功课就知道我说过恩便了 太平洋联合军队或是北约以美国主导的 真的跟中共开战打来 一定是先打海军部队打哪里 打中共的台湾 因为你们都投降嘛 台湾绝对变塌了嘛 那请问如果台湾已经被中共占领了 又跟美国开战 请问会不会把台湾打烂 会 美国会不会把花莲跟台东基地打烂 会 那中共他在不在乎台湾真的被美军打烂 他不在乎的 如果你觉得台湾连中共都打不赢 你觉得我没有能力打太平洋舰队跟整个北约吗 去了解一下这次军演我国F16V 所有的美式规格的武器 是怎么高速锁定解放军的 去了解一下 我们是如何在这几年之内 一直往美规的格式 一直去往这个美军训练的方式在走 而美式的国民党立委 总是在拖延 滞后我们的这些军事外交发展 当然他在少数的时候都敢当了 陈水扁期间国民党立委多数的时候也是挡了非常多 这一次蓝白也是多数 就问大家会不会挡 影片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的爱台湾的台湾艺人 叫做杨秀慧 前几天他在拍片表示自己明明就有很多到中国工作的机会 但是他不要他不要赚人民币 因为他没有人民币也可以活得很好 对吧 他不仅在这个文章中有写到 他甚至也拍影片讲过这件事情 其实讲到这些 亚洲地区的艺人啊 我最欣赏的其中之一啊 就是黄明志 他不会违背自己的核心价值 对吧 但是他的才华呢 反而让欧美国家的人 甚至所谓的大亚洲地区的人都看见他的才华 大东亚的人 东北亚的人也看见他的才华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他不会为了说 哦 因为中国嘛 也是讲中文嘛 在马来西亚讲中文也是OK的 在台湾讲中文也是OK的 所以呢 我要去迎合那个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那14亿人口 即便他们每个人只能掏出一块 但他有14亿人口掏出了一块 都比我们台湾2350万人 每个人掏出10块钱 技术来得大 所以呢 那边呢我就讲一些英合共产党的话呢 我就去那边把柄做大 做大之后呢 我发现我有些话不能讲 一旦讲我那边的市场全部被封杀 被封杀之后 我没有市场了 那我如果要转型到其他国家的话 我会更难 所以这边呢 我真的很敬佩黄冰之日 好啦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明天啊 大家记得在自己各先市的地方串联起来 一起当一个清廟吧 我是八九 明天见 拜